17岁乖巧儿子被霸凌至死,让一位父亲走上了不归父仇路。 四年时间里,他自学成才,以炸鱼为幌子,自制十余枚炸弹,只为报复当年被轻判的仇人。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,最终他却落得了一个更加悲惨的结局。 2004年1月27日,正值农历春节大年初六。 这天凌晨两点多,家住西安市连湖区脂肪村的村民刘某出门上厕所,突然发现自己家门口放着一个塑料袋,见里面放着的是平常的水果。 他便没多想把袋子拿回了家,回家后,刘某又发现袋子里不停闪烁着绿光,打开仔细一看,里面竟然有个木头匣子,匣子上还有电线连着不知名的东西。 刘某当即大感不妙,意识到里面装着的可能是炸弹,他立刻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警方。 警方接警后,经过一番艰难的排报工作,成功将刘先生家门口的炸弹拆除,但在刘某家的二楼,还有另一枚炸弹爆炸。 刘家二楼的一面墙被炸塌,楼板被炸出一个大洞,引发了冲天的大火。 好在当时人员已被疏散,这才没有导致伤亡。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,不料不久后的凌晨三点多,莲湖区警方又接到了一通报案。 说是莲湖区早原路一女职工胡某家中发生了爆炸,巨大的冲击波先掉了房门,就连窗户玻璃也被震碎了。 而事情的起因是在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,胡女士的男友见门口放着一个红枣联子羹的礼盒,便带回了家。 幸亏放礼盒的卧室不住人,这才没有闹出人命。 除了这两桩爆炸案之外,当天凌晨两点半,莲湖区还有一处老师桶子楼内发生了爆炸,受害人是住户王先生,他的家里被炸弹炸出了一个大坑,不过所幸并没有人员伤亡,一天之内同一个区域发生三起爆炸。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,但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。 通过对爆炸物进行比对,警方发现,这些炸弹都被伪装成了各种各样的礼品,例如刘某家的炸弹伪装是一袋橙子,胡某家的则是一箱红枣莲子羹。 因为这些都是新年期间走亲访友的常见年货,所以很容易就会被不知情的人拿进家中。 再加上这些炸弹的引爆时间相近,因此警方判断,这几桩爆炸案极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。 而目的就是为了报复。 经过调查,警方发现,虽然这几桩爆炸案的受害人住处相隔较远,平日里也没有什么来往,但三户受害人都与同一桩案件有关联。 那就是发生在1998年的一起校园伤害案。 1998年11月初,就读于西安44中年仅17岁的学生高明,被同班同学拦下暴打身受重伤,昏迷了十几天。 后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,而这三户被安放炸弹的受害人,正是当年实施暴力的犯人之三,沿着这条线索。 警方立即前往其余几个涉案学生的家中搜查,果不其然也发现了同样的炸弹。 经过14个小时的熬战,警方成功将这些爆炸装置逐一拆解,收获电雷管62枚,火雷管49枚,炸药19.25公斤。 在将险情一一排除后,警方很快将高明的父亲高德龙锁定为了第一犯罪嫌疑人。 而警方之所以这么快就将高德龙锁定为嫌疑人,其实是因为他涉嫌几年前的两起爆炸案。 2001年1月23日晚,西安交通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门口发生爆炸。 6名就医患者和一名值班护士被炸伤,在这起案件的调查过程中,警方曾将高德龙作为嫌疑人进行过调查,但最终却因为证据不足将他放了。 同年3月1日凌晨,西安市金属材料公司小鹅站家属院,一住户夏某的门外发生一起爆炸案,导致夏某房内物品和墙体被破坏, 造成经济损失3600元。 警方调查过程中发现,高德龙曾因开赌场有过节,但由于爆炸案发生时,高德龙有不在场证明,再度逃脱。 对于高德龙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,一日不能将其抓捕归案,危险就一刻不能解除。 所以警方的当务之急,是尽快将其抓捕归案,那么高德龙究竟人在哪里呢? 警方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,在儿子去世后,高德龙曾联系寺庙,给儿子做过法事,并动过出家的念头。 在西安寺庙师傅的介绍下,他去到了宝基市一寺庙出家未果,后留在寺庙内干些杂活。 但2003年,高德龙又神秘消失了,好像是又回到了西安。 还有人见他与当地一女子往来密切,得知这一线索后,警方立刻找到了这名女子。 据他交代,他和高德龙是情人关系,两人时常在一起优惠。 年前他就发现,高德龙弄了些营养八宝粥之类的礼品和回来,并发现一些类似炸药的可疑粉末。 两人最后一起优惠时,他还发现高德龙身上有一把手枪。 除了这名女子之外,警方还找到了一名平日里,和高德龙接触最密切的一名男子。 据他交代,他曾在高德龙的安排下,用两个化名在芷芳村租下四间房子,还往这里送去了几罐液化器和汽油。 而他所租的这四间房子,就是当年打死高明的四个孩子家,掌握了以上事实。 警方更加充分肯定,这起系列爆炸案就是高德龙所为。 最终,经过缜密的侦查。 2004年1月29日,高德龙在陕西省宝基市一间公寓中被捕。 被捕时,高德龙正在睡觉,警方还从他的枕头下搜出了一个爆炸装置和一把改装的左轮手枪。 被捕后,西安市刑侦大队对高德龙展开了审讯。 考虑到高德龙曾经是个讲义器、重亲情的人,警方并未对高德龙采取极端的手段。 甚至还拿来了一条烟,让高德龙一包接一包地抽。 最终,经过12个小时的心理博弈,高德龙泪流满面地交代了一切犯罪事实。 高德龙犯案时51岁,他原本是西安市金属材料公司西郊供应站的一名经理。 早年他与妻子育有一个女儿,一家三口生活顺遂,其乐融融,但高德龙一直都还想再拥有一个儿子。 所以尽管当时实行计划生育,一家只能生养一个孩子。 高德龙还是顶着被罚款,被降薪的压力,与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做高明。 生活富足的高德龙,一直对儿子高明疼爱有加,别人家孩子有的,他家的孩子就必须有,别人家孩子没有的,他家的孩子还是要有。 就这样,姐弟俩也在无忧无虑中慢慢长大,转业儿子高明上了高中,而富足的家庭对他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件好事。 每次高明去上学,同学们都会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。 就其原因,也只是因为他穿了一件看起来比较贵的新衣服。 这让学校里那些普通人家的孩子们非常嫉妒,从而总是刻意地疏远高明。 这也让本就内向的高明显得更加沉默。 高明至始至终也只是个孩子,他是打心底里想要和同学们打成一片,所以他每次上学前都会刻意将身上的衣服弄脏再去学校。 可这也没什么用,几乎整个学校都知道他家有钱。 后来他也跟自己的父亲高德龙说过这件事,但高德龙却不以为然,只觉得自己家的孩子就得用最好的。 平时高明总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上学,起初高德龙提出要给高明买新的,但他不愿意,本来他就和同学们有了距离,要是还这样招摇过世。 以后不知道还会有多少麻烦,但后来高德龙实在是看不下去了,于是瞒着高明给他买了一辆很高档的自行车,还将他的就车扔到了废品站。 这下,高明不得不骑着这辆高档自行车去上学。 要知道,在那个年代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件,更何况是高明骑着的这样一辆高档自行车。 骑车上学的一路上,高明就被路人们羡慕的目光盯得极其不自然。 到了学校里之后,同学们也是既羡慕又极度,高德龙对此也很满意,他的儿子就是要这样的万众瞩目,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,这辆自行车竟然会要了高明的命。 1998年11月4日,那时的天气已经慢慢冷了起来,高明照常骑着自行车放学回家,但刚出校门没多久,他就被几个人拦了下来。 接着,那些人掏出了铁棍、铁链等物品,很快,高明被打到休克。 同学们见状,赶紧把他送去西安园交大附属二院治疗,但也不知接待高明的医生之前经历过什么。 当他得知,高明是打架被打成这样的,便是满脸嫌弃,也没认真检查,就让他回家观察。 回家后的高明并没有好转,在第二天早上出现了头痛、恶心、肝藕等情况。 高德龙见情况不尿,再次带着儿子到了交大附属二院。 检查之后才发现,高明竟然颅内出息,后来进行了手术,但却一直没能再醒过来。 1998年11月15日,距离18岁生日还有两天的高明离开了人世。 中年丧子的高德龙几乎发狂,他发誓一定要给儿子讨回公道。 很快殴打高明的几个混混被警察逮捕,在法庭上他们说出了打高明的原因。 据他们交代,这一切都是高明的同班同学王兴在背后之史。 原来,王兴一直很嫉妒高明有这么好的家庭,一直看穿高档衣服,用高档学剧的高明不爽。 当看见高明骑着新的高档自行车上下学时,王兴就觉得高明是在故意摆谱。 为了打压高明的嚣张气焰,他就找了六个混混放学后教训高明。 可谁承想,这六个混混下手没轻重,竟然把高明打得炉内出血。 而受伤后的高明又碰上了不负责任的医生,错过了最佳治疗史记。 于是,就因为这样荒唐的原因闹出了人命。 很快,犯事的妻人被送上法庭。 最后,围头的混混因未满18岁,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 而其他几名同学因刚满14岁,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到8年。 其中最小的一名同学因未满14岁,只是被送去了工读学校进行教育。 而王兴因当天未参与到打人事件中,最后由其家长赔偿了高德龙夫妇3000元。 法院的这一判决,让高德龙非常不满意。 他认为,自己的儿子死了,而这群打死了自己儿子的恶魔,却因为年龄,没有一个被判处死刑。 这让高德龙接受不了,从那时开始,他就无时无刻不想着要让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偿命。 之后的日子里,高德龙整日酗酒,企图用酒精来麻痹自己。 而妻子每次看到儿子的骨灰,就会骂他,说要不是他为了撑面子给儿子买那辆破自行车,儿子也不会死。 每次高德龙听到妻子这样说,他就不禁一阵心痛,他只是想给一家人最好的生活,但儿子又的确是因此而死。 所以,他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中,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就这么散了。 而高德龙心中复仇的想法也一天比一天浓厚,终于,他爆发了,之后就踏上了长达五年的复仇之路。 由于那些打死高德龙儿子的仇人,都已经入狱的入狱,改造的改造,他没办法去找那些人报仇。 于是,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当初为高明抢救的西安园交大附属二院,他认为是医院里的医生抢救不及时,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 所以高德龙决定,自己的报复之路,就从这些医生身上开始。 作为供应站的经理,高德龙人脉极广,也认识许多工地,矿上的人,很快他以自己要炸鱼为托辞,搞到了一些炸药,雷管,岩石器等物品,成功制作出了第一颗炸弹,并且成功在医院制造了爆炸案。 当时的高德龙还算理智,害怕伤疾太多无辜,他特意把时间选在了除夕夜,医院人少的时候。 炸医院事件中,高德龙用的炸药量不多,但最后还是造成了欺人受伤,因为给儿子报仇心切,高德龙后来又和自称黑社会的夏某走到了一起,想通过开赌场的方式,为报仇快速筹集资金。 但最后他才发现夏某其实就是个骗子,不仅骗走他好几万块钱,还经常到麻将馆找事,于是在2003年3月1日凌晨,高德龙在打牌过程中,以上厕所为名,快速跑到办公室。 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爆炸装置,在三楼的夏某家门外,点燃了长达十几米的导火索,然后回到一楼的麻将馆继续打牌。 因为所有人都只记着爆炸发生的那一瞬间,高德龙正在打牌,于是高德龙侥幸从警察的审查中跑过,虽然在炸离医院之后,高德龙的怨气出了不少,但他一直觉得,法院对那几个打死他儿子的人判得太轻,至少应该判死刑才对, 既然法院饶恕了他们,那他就要自己动手。 尽管后来高德龙在寺庙中平静了一段时间,但他却始终无法从儿子的死亡中真正走出来,尤其是在回到西安以后,高德龙的怒火再次被点燃了。 因为他无意间碰到了当年打死自己儿子的其中一个混混,这个混混骑着摩托,带着女友招摇过世,好像打死高明,对他的生活没有影响似的。 只房村那几个犯人家,房子也越盖越高,只有他们家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,一瞬间,高德龙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。 他决定,要让这七个害死自己儿子的人都付出代价。于是,他加紧了复仇计划的步伐,高德龙找来附近的尹君子徐忠,和自己吸食违禁品的女房东,俩人在高龙德的利诱之下,很快就答应配合他的计划。 转眼,时间来到2004年1月27日,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六。此时,距离高明离世已有六年,高德龙在大年初五时,预先让女房东和徐忠将带有岩石器的炸药,以礼物的形式送到了七名仇人的家中。 随着三声爆炸巨响的传来,高德龙心中的仇恨彻底烟消云散,于是便逃到了宝鸡,但两天后就被警方逮捕归案。 在自白过程中,高德龙甚至告诉警察,在这七家安放炸弹后,他曾骑着摩托到了儿子被打的四十四中门口,想要了结生命,可是不知是炸药过期还是受潮,结果四次对接雷管,他都没能引爆炸弹。 紧接着,他又用左轮手枪对着太阳穴开了一枪,结果烟冒了不少,却只擦破了一点皮。 他认为这是儿子在天有灵,不想让自己死,于是他点了一根烟,骑着摩托就离开了。 在交代了所有的犯罪事实后,高德龙显露出了难得的瓶颈。 在进看守所之前,他还让玉井拿来纸笔,亲手写了一封信交给自己的女儿,他让女儿说服妻子,将家中已经设置五年多的灵堂撤了,好让儿子入土为安。 他认为,作为父亲,他已经对得起死去的儿子了。 四年时间里,高德龙接连制造多起爆炸案,虽然并未伤到人,但高德龙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了社会。 最终,他被送上了法庭,并且被判处死刑。 而他在作案过程中的五名同伙,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到四年不等。 2005年1月4日,高德龙被枪决,年仅52岁。 他引人五年,制造炸弹想要炸死仇人,结果仇人一个没死,自己却被枪决。 一位父亲这样极端的爱,也造成了这样悲剧的后果。 不被仇恨支配,不以生命对赌,或许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永恒课题。 那么关于这桩案件,你的看法是什么呢?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。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,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,打开小铃铛,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。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。 听离奇案件,停百味人声,我们下期再见。